博人传,大蛇丸展现签名,自己像个书法家,实力被低估让蛇书发火。 大蛇丸一直是位争议很大的人者,但就科研头脑来说,还真没有人能超过它。 博人传中,一些村落引以为傲的技术,其实都是大蛇丸很多年前就丢弃的技术。 并且,在经历过众多事件后,大蛇丸心态也完全发生了改变。 如今倒向一位影视高手,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研究事业,对于外界基本不闻不问。 但是,蛇书的事迹以及成就,还是让他拥有了一众粉丝。 博人传172集中,一位木叶名为纳豆小病人,便是蛇书的忠实粉丝。 由于病重,纳豆需要尽小手术,但是缺乏勇气的他,一直跨不出这一步。 严布,电启为了鼓励纳豆,便是同意了纳豆的请求,帮他前往大蛇丸的住所,请求一张签名。 其实在见到大蛇丸之前,严布,电启以及梅卡尔,内心都是充满住担忧与恐惧。 毕竟蛇书以前的事迹冲击力太大,三代风影都陨落于他的手上。 这也让木叶这几位下人,对即将要面对的事,感到了不安。 不过,为了鼓励纳豆,严布最终下定了决心。 如果自己都拿不出勇气,怎么要求别人鼓起勇气呢? 进入大蛇丸住所后,里面的氛围与设施,更是让严布三人组紧紧抱团。 而在见到大蛇丸之前,几人先遇到了舍月。 即便水月在鹰小队中,实力算不上顶尖,但是对付几个小鬼,还是举手直牢。 稍微动用忍术,就已经将电气控制住了。 原本水月对严布他们无理的举动,心中还是颇为恼火,准备给严布,惦记他们些许教训。 好在大蛇丸的吉时现身,避免了颜布他们的受伤。 在见到大蛇丸本人之后,颜布他们内心更加紧张了。 签名的请求,也是拿出了十二分的勇气,才最终说出口。 大蛇丸与水月也没有想到,三个下人千里迢迢改来,只是为了求得一张签名的卡片,两人瞬间变成成为表情包。 现在大蛇丸的心早已比较随和,因此也没有过多的为难言布,直接答应了下来。 只是在见到卡片上自己的介绍后,大蛇丸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,直言自己被低估了。 此话一出,听得一旁的电器乱汗直冒,表示回去一定让父亲修改大蛇丸的介绍。 当然,早已前亲研究的大蛇丸,不会真的在意这件小事,接过毛笔直接就签了自己的大名。 还别说,大蛇丸签名的字迹可圈可点,有书法家的样子。 而在拿到大蛇丸签名后,言布他们的心都还是悬着的,毕竟大蛇丸的气场太强,身处周边都会得自然感到不安。 结语,博人传172集,算是可组织出场后,又一个日常故事,并且主角成为大蛇丸。 随住年龄的增长,大蛇丸心态改变了许多,不仅有时候会出现表情包的模样,而且还会调侃自己的简介,甚至在看到自己实力被低估后,还会表现出发火的模样。 而让人颇为意外的是大蛇丸的字迹非常漂亮,航云流水的走势还颇有书法家的气势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